这个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家的阳台上躺着一位陌生的美少女 这把男主吓得语无伦次 与此同时 少女醒了过来 但她看到男主并不惊讶 反而有礼貌地打招呼 哪怕全身湿答答的 男主除了一脸猛圈还是猛圈 虽然不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 但还是让她先把湿透的衣服换下来 而坐在门外等待的男主 此时的她又害羞又紧张 不断在猜 少女究竟是谁 是小偷吗 还是离家出走的Cosper少女 想到有可能是整人节目 男主立马把窗帘拉起来 也在这时 少女围着浴巾出来问 有没有什么衣服换的 没见过大场面的男主意识慌张 疯狂寻找干净的衣服 来掩饰内心的小悸动 由于没有女装 男主只好把自己的给她穿 没想到她穿起来如此可爱 若隐若现的肌肤增添了几分韵味 然后少女为擅自借用阳台的事道歉 得到男主的原谅后 少女便开始自我介绍 原来她的名字叫永远 好听的名字 加上漂亮的脸蛋 男主觉得他可爱至极 而永远觉得男主是位十分温柔的人 能够和心灵如此清澈的人相遇 一定是神明大人的引导 听到永远的这番话 看来他很懂礼貌 应该是个好孩子 永远突然想起还没跟男主的家人打招呼 然而得知男主是一个人主 永远觉得他很厉害 竟然一个人住这么大的住宅 闻听此言的男主瞎眼了 他连公寓也不知道 还以为整栋楼都是男主呢 男主露出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顿时感觉永远有点脱节 比起这些 男主想知道永远为什么会在阳台上睡觉 不问还好 一问永远就主动起来 表示必须要报答这份让我住下的恩情 只要是我做得到的 我什么都会做的 请不用客气大胆说出来 面对这么主动的美少女 男主的大脑瞬间萌生出不可描述的画面 还好他的理智战胜欲望 表示自己什么也不想要 但永远是那种有恩必报的人 于是他打算做一座家务和料理 殊不知冰箱空空如也 既然料理不行 那就收拾一下家务 却不料男主的学习资料 一不小心就曝光了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永远突然在阳台大喊起来 原来他在阻止附近的家猫打架 眼看永远的手指受伤了 男主贴心地帮他贴上窗壳贴 顿时一股暖流涌入永远的心头上 也在这时 男主建议他还是回家比较好 毕竟女孩子在外面露宿很危险的 然而永远却表示自己住在天界 就是神明住的地方 我是一个天使叫永远 我是按照神明的指示 昨天晚上降落到了地面 由于天使没什么和人类接触的机会 所以我就作为代表来学习人类世界的知识 看到他那一双对自己所说的话 身心不移的眼睛 这一刻男主终于明白了 眼前的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离家出走少女 还是一个脑子不正常的那种 这要是扯上关系就糟糕 他绝对是骗人买奇怪东西的销售 也在这时 永远有件事想和男主商量 那就是暂时住在这里 还好这时打工的闹钟响起 男主借此唯有把他赶出去 毕竟他赖着不走就麻烦了 眼看男主不愿意 永远并没有死缠烂打 之后男主就去上班了 由于父母工作的关系 身为高中生的男主 过着边打工边独自生活的日子 但今天似乎感冒了 身体感觉越来越沉重 脑袋里昏昏的他只好早退 在回去的路上 男主不禁想起早上的事 不得不说永远真的好可爱 然而就在男主觉得不可能再见到他时 刚才和永远擦肩而过 男主猛的一回头确认 刚好永远也看到了男主 并开心地打招呼 而男主还以为旁边的大叔是他的爸爸 殊不知永远却说 他不是我爸爸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 这位先生便邀请我到酒店去 是个非常亲切的人哦 还有这么单纯的人 我是真的服了 看到大叔一脸心虚的样子 男主就知道他不怀好意 于是二话不说一手拽走永远 然而就在男主准备解释时 他突然晕倒 等男主醒过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在家 此刻的永远非常担心他 便问男主感觉怎么样了 有哪里不舒服吗 得知男主没什么大爱后 永远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眼泪也跟着流下来 男主受宠若惊 明明刚刚才认识怎么这么关心我 看到手里的毛巾 男主知道了永远刚才一直在看护着自己 而且他还煮好了粥 不仅如此 永远怕烫到男主还用嘴吹了吹 这样的女人去哪里找 还亲自喂男主 顿时男主感觉好温暖 自己已经好久没有吃过 别人亲手喂自己做的饭了 原来食物是这么好吃的东西吗 看着永远天真无邪的样子 男主于心不忍 便提醒他 跟着不认识的人走是很危险的 不知道对方会对你做什么 毕竟这个世界上超出你想象的坏人大有人在 文婷此言 永远羞愧地低下头 如果真的没有地方可去 那就留在我家吧 男主终于敞开心扉说了出来 一时之间 永远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再度确认后 他无比开心 兴奋故意地他紧紧抱住男主 果然他既电波又天然 虽然有些奇怪 不过他肯定是个好孩子 男主突然想起 他是怎么把我抬回家里来的 其实很容易 因为是飞过来的 男主当场被吓晕了过去 结果到了第二天 男主醒过来时 他还以为昨天是发烧睡的梦 直到看见被窝里的天使 男主再次被吓到 天使不是假的就算了 为什么会睡在一起 那是因为这里只有一床被子 就这样 天使和男主的同居生活就此拉开序幕 不说了 我赶紧去看看我家的阳台 拎在阳台上捡到一只天使 男主的独居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这只天使妹子不仅呆萌 而且家务全能 不过他一兴奋就露出翅膀 为了不引起全球的骚动 以至于男主时时刻刻都要警惕着 毕竟他来地球是学习人类知识的 而不是被人类研究的 男主好奇天使是干什么的 主要的工作是把神大人的旨意传给人们 还有守护往来于天界和地上的灵魂 不让其迷路 人类这么多岂不是很忙 但对飞羽来说 让人类幸福也是天使的工作之一 可飞羽不知道如何才能让人类幸福 所以神大人就是想让他来地球学习这方面 不过现在令男主很不幸福 只因飞羽想今后每顿都想吃这个面包 这让边打工边上学的男主情何以堪 父母给的生活费根本不够两个人花 现在只好见步行步 由于飞羽什么都没办 于是男主准备带他去买些生活用品 虽然很开心 但飞羽并没有忘记男主感冒的事 这么温柔体贴的妹子去哪里找 随后两人来到商场 一个带有猫猫图案的杯子 飞羽一眼相中 但想到男主家已经有杯子了 他只好把它放回去 然而就在这时 由于飞羽夸张地打扮 引起不少人的围观 于是男主赶紧带他去买衣服 还好打工的钱和生活费都存起来 几件衣服和睡衣还是买得起 经过一段时间的挑选 终于到了试穿环节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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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天使大人 此刻感觉两人像小夫妻一样 而飞羽直接问男主 衣服和不合适 男主秒回答 直接拿下这道送分体 与其说和不合适 不如说他太可爱了 之后两人继续逛街吃饭打豆腐 到了傍晚才回家 虽然很累 但两人都很开心 然而令飞羽更开心的是 男主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悄悄地买下刚才那个杯子 不得不说 男主有两把刷子 而到了晚上 飞羽给他回礼 只赢在自家阳台 捡到一只野生天使 从此便摆脱了 长达两年半的独居生活 第三天 女主完全融入了 家庭主妇的角色 森太郎每顿饭 都能吃到他做的四菜一趟 洗澡时主动提出帮忙搓背 即便睡觉也挨在一起 像急了新婚夫妻 不过弊端是男主 心理承受能力太弱 光是压枪 就导致整晚都没能入睡 差点猝死转生异世界 逐渐他感觉自己 快要被天使宠的融化掉 直到早上八点 他收拾完准备去上学 一听要和男主分开 天使觉得那样 就无法让他获得幸福 因此恳求让自己跟随 而男主不希望 有关他的事情被别人发现 况且在被不怀好意的人 盯上会很麻烦 所以最终给出的回应是不行 文言天使只好妥协 而离开前他再三盯嘱 一定要待在家里 等自己回来 于是女主孤独的一天 就此开启 男主虽然为他感到可怜 但由于睡眠不够 加上吃的太多特别想吐 下一刻好吉友一巴掌拍在他背上 孙太郎险些化身人形喷泉射死当场 随即好吉友的小青梅登场 而不出意外 小青梅肯定暗恋着男主 对于面容憔悴的他甚是担心 与此同时女主闲得发慌 于是把整个房间都进行翻新 用劳动来缓解内心的空虚 可眼看距离晚餐 还有六个多小时 他越是期盼男主能早点回来 不过此时忽然想到午餐的问题 早上都没准备便当给男主带去学校 镜头给到教室这边 因为最近吃的太多消化不良 实在没胃口的男主中午就只喝蔬菜汁 而小青梅则担心他这样下去会营养不良 毕竟以往三餐全都是去便利店解决 放学了更是要抽空去兼职工作 随即小青梅切入主题 表示可以给男主带份便当 只不过胆子太小又补了巨士开玩笑的 而此时他听到敲击窗户的声音 眼看男主二话不说便跑出教室 好机有猜测他是去跟女孩子约会 因此遭受到小青梅的铁拳攻击 而女主那么显眼的目标 被人看见是在所难免的 但好在他们都觉得是压力过大产生的幻觉 中途擦肩而过的这个少女要记住 下一集就开始讲他的内容了 镜头一转 对于这突发状况男主是真的心累 而他落寞的解释 若不从窗户上看就找不到森太郎 另外是担心男主中午没饭吃 随即把便当放下 且到完签就准备回去 此刻男主意识到不该辜负他一番好意 明明是为了自己着想才那么做的 于是叫女主留下来一起吃午饭 由此成功避免之间感情出现矛盾 与此同时小青梅还在饭花吃 期待着男主能吃到自己亲手做的便当 随即进入一段回忆沙 小青梅便彻底坠入爱河 之后过了九年 由于某种因素这期间都没再见到森太郎 本来觉得缘分已尽 可等到上高中时终于再次和男主相遇 恍然间他相信这都是命运的安排 不过他没告诉男主在九年前就见过 害怕会被当作跟踪狂 况且男主可能并不在意那点小事 结果下一刻就看到他在跟个女生私会 分开前甚至拉住衣袖轻声道 上辈子拯救过银河系的男人有多夸张 年仅16岁的他 家里不仅养着一只贤妻良母的天使 并且有个喜欢了他整整九年的小青梅 然而最离谱的是 今天他居然碰到传说中的雪女 只要情绪激动就会把人冻成冰棍的那种 可男主的嘴却像抹了蜂蜜一般 一不小心就把对方给融化了 而事情的起因在一天前 见到女主张开翅膀的他内心特别混乱 纠结该怎么跟男主开口 只怕真的没有天使 自己大概会被当成神经病 因此他放弃了这个念头 又把心思转移到便当的事情上 隔天女主提前为他准备好便当 可男主担心会引起周围人的怀疑之好拒绝 文言女主感觉是被讨厌了 就连昨天晚上也坚决要睡地板 甚至不允许自己去学校 眼看着她要进入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节奏 无奈之下男主只好答应 不过临走前告知放学后 要兼职到九点 免得女主悄悄跟过来 她声称女主为自己做的已经够多了 现在的她相当幸福 文言女主总算是露出满意的表情 转眼间到了中午时间段 她被好机友喊着一起吃饭 关于手上这份便当男主开始扯淡 是早上扶老奶奶过马路而获得的 小青没一眼看出这是女孩子做的 且关系肯定不一般 顿时感觉获胜的希望更加渺茫 放学路上男主欲哭无泪 每天因为女主的事情而过得提心吊胆 备受煎熬 此时突然冒出一个占卜的老太太 表示她最近命犯桃花 但相对的是有点危险 而她这里刚好有一万一张的好孕妇 现在特价三张十万同所无期 一看是个诈骗犯 男主拔腿就跑 不过桃花孕倒是猜得挺准 转眼间来到打工的地方 店长告知前两周有个新来兼职的女孩 今天将换班与男主共事 就当他准备等一下去大厅与对方打个招呼时 结果进入更衣室 却恰巧碰到金毛在换皮肤 于是不出意外男主挨了个大鼻动 至于金毛并非蛮不讲理的性格 刚才是一时激动才出手的 因此他带着条冰毛巾来道歉 声明是自己忘记锁门了 对于刚才的事情并不在意 闻言男主也松了口气 随后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当中 而这期间金毛也在偷偷的观察他 看得出男主的为人还不错 待到工作结束 老板声明后台休息室冰箱里有新品甜点 于是让两人先去尝尝看 结果当发现拿出来的是樱桃巴菲 他不禁联想起金毛胖刺上的图案 脸色顿时一红 而金毛本人更加夸张 只要再多看一眼就会爆炸 但即便如此 他依然嘴硬地表示根本不在意那种事情 也就在这时 随着情绪剧烈波动 整个咖啡厅的温度骤然下降 换作别人肯定会以为他在开玩笑 但男主家里可养着一只天使 于是不出意外 他很快便接受着突发撞谎 而见他如此淡定 金毛反倒像吃错药一般更加慌张 紧接着室内下起暴雪 差点把男主动成冰雕 此时门外传来其他员工的声音 为了避免身份暴露 以及给他人添麻烦 男主只好带着金毛匆忙离开 与此同时天使正在跟着游戏做运动 当回过神来发现已经超过九点 这让他不由的担心往常准时回家的男主 另一边小青梅为了便当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闹 于是打算外出买跟冰棍冷静一下 接着画面切到公园的厂椅上 金毛不理解为什么他会选择相信 难道不觉得是空调出问题 当然咱就说什么空调能造雪 而男主没有做出解释 内心思考着雪女不是江湖时代存在的吗 搞不好金毛有两百多岁 此时他终于说出真相 前提是要帮忙保密不能泄露 因为遗传的关系 金毛的家庭世世代代代都是雪女 情绪出现剧烈波动周围就会飘起雪花 而他是自控能力最差的 为了避免牵连到其他人 所以才总是摆出一副冷淡的表情拒绝社交 直到如今上了高中 为了做出改变金毛才下定决心来当服务员 锻炼自身带人接物的能力 没到这时就该轮到男主的雅沙西派上用场了 安慰到金毛已经很努力了 相比大多人都是嘴上说说 很少有付诸行动的 而且他接待客人的时候笑容很可爱 总之就是非常厉害 此话一出他感动的热泪盈眶 并声称是第一次和家里以外的人表明身份 受到他人的鼓励同样是第一次 于是男主靠嘴顿又不小心收获一个妹子 使得局面开始朝着后宫的方向发展 随后答应金毛的请求成为朋友 不过这种时候总得出点意外 紧接着开启飞行模式的女主登场 见状他惊讶的张大嘴巴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就连小青梅也刚好路过展开修罗场 自己开的后宫似乎就没有一个正常人 不管是突然上门摆给又嫌妻两母的天使 或者能瞬间治冷的金毛学女 即使暗恋自己九年的小青梅 虽然表面温柔可爱 但实际内在隐藏着病胶属性 而就在今天 他们三个静巧合般的聚在一起 森太郎也是征服了 做梦都想不到会有后宫起火的一天 祈求他们当作没看见肯定是不可能的 就当不知该怎么解释女主天使的身份是 结果金毛是个重度二次元宅女 不仅接受的飞快 更是对女主极为感兴趣 随后两人得知了天使跟男主同居的事情 加上他积极澄清来人间的目的 以及是如何跟孙太郎结缘的 这样就避免了男主被误会 在一番恳求之下 小青梅保证绝不说出去 当然即便说了别人也不会相信 现在恋爱脑的小青梅更在意的是 怎么金毛也参与进来对孙太郎左右夹击 随即一点点的询问 这才得知他们两个是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并且金毛还要求男主直呼其名 显得之间关系异常亲密 连女主也同样如此 唯独自己没有被叫过名字 顿时小青梅散发出浓郁的败犬气息 此时眼看后宫都能互相理解 男主便准备解散个回个家 结果头脑简单的金毛自爆身份 为了使其余两人都相信她是雪女 于是当即来了一波人工降雪 同时激动地描述了 今天和男主相处的经过 包括胖刺被看光 而老实的金毛解释 大家都知道了女主是天使 自己若继续隐瞒明显不太公平 也正因为他们两个是朋友的朋友 所以金毛才会无条件相信 见状小青梅也跟着自爆 声称直到上小学五年级都还在尿床 最终不出意外 互相坦白的三人成了好闺蜜 在讨论中了解到 女主的翅膀原来是特小 所以才不用在衣服的背后开两个洞 等回到家中 女主并没有因为她万死亡体质 而产生不好的情绪 甚至认为男主是个雅沙系的人 因此身边才会围绕那么多的好朋友 而她被夸得有些飘飘然 导致睡觉时做了奇怪的梦 有个神秘组织突然找上门 强行带走她的后宫 很快到了早上被女主叫醒 发生了一连串奇怪的事情 让她心态混乱 随后黑着一张脸去上学 而小青梅也同样如此 光是担心男主被抢走 便让她难以入睡 接着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 她鼓足勇气问道 是否有跟那两个女孩子的其中一人交往 此话一出森太郎激动的否认 而小青梅见状瞬间意识到还有机会 转眼间一天过去当男主准备回家时 恰巧发现金毛被几个男生搭讪 可对此他面无表情不温不顾 金毛表示既然是朋友 那自然是要一起回家了 顺便再去逛街买点小零食 随后过于兴奋的她讲了一大堆 这让不善聊天的男主松了口气 与此同时女主已经准备好了晚饭 正当想知道男主会在哪里打工时 忽然有只猫路过 而她则认为猫应该知道答案 这可把猫搞得一脸懵逼 画面切到咖啡厅 金毛每次和男主碰面就激动的挥手打招呼 CP投资的店长见状不禁问道是否在交往 只因刚才金毛要求 将后面要值得搬换成跟男主一样了 文言她无奈的声明只是普通朋友 然而同时又补了一刀 金毛平时总会摆出一副巨人千里之外的态度 除了男主之外跟谁都不亲近 这让她无力再去解释 可也就在这时 万万没料到小青梅与天使竟杀到现场 女主声称能找到这里都是神的指引 但实际是跟着猫到半路跟丢了 又恰巧偶遇小青梅 当然小青梅同样在寻找男主打工的地方 经过推测便带着她一同进入咖啡厅碰碰运气 此时女主的职业并发作 一听有人举手需要服务 她当即起身来到面前准备提供帮助 这操作可把一旁的小青梅给整成了射口 而金毛在瞧见他们两人光顾 瞬间射牛附体不顾形象的找男主汇报 对于她的举动店长已无法容忍 要求工作的时候尽量冷静一些 结果金毛脑中搭载的是单盒处理器 认为打工期间不能跟男主做朋友了 至于这边在小青梅的一番讲解下 森太郎出来打工大概是生活资金不足 了解了这一状况女主不免有些自责 此刻小青梅由于被她灌了一堆饮料 不得不先离开一下去趟厕所 而男主时不时的回头张望 只怕女主会突然搞出些乱子 结果不出所料她又在扮演服务生的角色 男主见状立刻将其拉走 她则解释想要为森太郎出奋力 这样就不会忙到晚上九点才回家了 另外也说出心中的担忧 是否因为自己的同居给男主造成负担 闻言她立刻狡辩 女主到来之前就已经在兼职了 这么做的目的是因为平时的生活太无聊 况且每个月父母都会给她打生活费 最后夸到女主勤劳能干 被帮了许多忙的自己非常幸福 于是女主被她的三言两语再次拿捏 自从女主住在男主家后 她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很多 最直观的就是不再食用盒装米饭了 而改用电饭包煮饭了 这也算是一件好事了 但男主表示电饭包就被安置在了电视机旁边 是不是有点奇怪 女主表示是因为厨房空间不够 而且插座插头也都插满了 这时男主很好奇 女主在天界吃什么 应该不会吃什么白饭吧 女主告诉她 天界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吃 而且天界花园的树上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食物 这让男主以为是水果一类的 但女主却表示树上长的不是水果 而是正经的热乎乎的饭菜 这天界还真是便利啊 这让男主有点羡慕 女主表示因为自己的个人兴趣 她有时也会自己做料理 而小青梅每天回到家 脑子里全都是关于男主的事 她只不过是想要和青梅竹马谈一场甜甜的恋爱 结果现在发现男主的身边竟然有着天使和金毛 要知道这种生物在男孩的眼中可是极其加分的存在 只有自己是个普通小青梅 完全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 这也导致小青梅有点苦恼 要怎么样才能够将男主从天使身边夺回来 她甚至问她妈妈 自己家有没有可能是某个神话人物的后裔 她妈妈还以为自己女儿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就在小青梅名思苦想的时候 她的老妈忽然发现自己有一张甜甜圈的优惠犬 因为就快过期了 为了不浪费 她就转送给了女儿 让她赶快和她的朋友一起去吃 这让小青梅又陷入了妄想之中 小青梅看到了机会 以这个名义邀请男主 不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和男主单独独处了吗 一想到这个她就感到特别的开心 很快时间来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小青梅明明已经早就思考好了要如何邀请男主 但是因为害羞 每次话到嘴边还是说不出口 因此思考了一整天都不敢开口邀请男主 就这样一直到放学她都没能约到男主 这种情况让她也感到有些生无可恋 此时她的另一个青梅竹马修发现了她的优惠犬 转头就邀请男主放学一起过去 这家伙可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小青梅也很满足了 虽然不是两人独处 但也能够和男主一起买东西了 下一秒修被人叫主 她忘记她还要参加社团活动了 于是到最后就变成了男主和小青梅两人去了 这可把小青梅高兴坏了 她从未如此的庆幸自己有修这么个青梅竹马 简直就是个完美的工具人 在去买甜甜圈的途中 男主表示想去一下图书馆寻找有关于天使和金毛的书籍 顺便找找恶魔和合同相关的资料 小青梅听后震惊不已 她还以为男主还想认识恶魔和合同 幸好男主表示自己只是想了解一下而已 但因为昨晚男主熬夜 他在查资料的过程中睡着了 小青梅看着睡着了的男主有些痴迷也忘记了时间 然后这一看就是一个小时 等两人反应过来时 外面已经下起了大雨 这天气让小青梅有点想要骂人 而男主这边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要不是他睡着了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此时男主表示要是等雨停了就很晚了 还是让小青梅自己买回家吃吧 毕竟太晚吃的话就会撞到晚餐时间了 小青梅一听那可不得了 急忙冲向雨里 他可不想放弃和男主一起去吃甜品的机会 一旁的男主不明所以 还以为小青梅是个吃货 随后便跟了上去 两人迎着大雨前进 途中遇到了一个小孩哥 小孩哥不小心摔了一跤 然后雨伞也摔坏了 小青梅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伞送给了他 男主很欣赏小青梅乐于助人的情怀 随后他表示要不要回便利店再买一把雨伞 可小青梅却表示可以一同撑伞过去 反正也快要到甜甜圈店了 话音刚落 小青梅也没想到自己不好意思约男主放学一起吃甜甜圈 竟然会说出要跟男主共撑一只伞这种话 他很开心自己终于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 就这样两人撑着一把伞来到了甜品店 今天发生的一系列的神助攻事件让小青梅有些开心 没想到今天和男主的独处时光会这么顺利 很快两人也买到了甜甜圈 小青梅也开开心心地回了家 今天又是平淡的一天 但与往常不同的是 男主跟金毛学女都没有打工的排班 今天也是男主约定好和金毛一起放学回家结伴而行的日子 而金毛早早就在期待这天的到来了 他兴奋的一晚上没有睡着 放学后他早早地就在校门口等着男主了 因为男主是他交的第一个朋友 今天也是他第一次和朋友一起回家 两人一边走一边聊 一路上金毛都非常兴奋 嘴巴一刻不停地跟男主说着话 金毛丝毫不在意旁边几人的眼神 疯狂递给男主安利自己喜欢的饭 要知道在他们的眼中 金毛可是一个高朗的美少女 很少看见他说话 现在却发现对方和一个男人一起回家 怎么看都有今天大瓜在里面 金毛再次想起了交换日记 无奈男主只能告诉他现实的真相 这让金毛大受打击 没办法他关于朋友的知识 全都来自于漫画或者是动漫 当两人途经一家便利店时 金毛忍不住问男主 难道朋友间一起回家也是故事中虚构的 男主告诉他这个是很正常的 金毛就开口叫停男主 然后他急忙冲进商店里买了一种一对的棒棒冰 将其中的一半分给了男主 因为在他看来 好朋友就是要一起放学去买东西吃 这时男主发现金毛在吃棒棒冰的时候话都说不清 原来即便他自己是学女 但他的舌头却也受不了冷的东西 想到这两人被逗得哈哈大笑 之后两人在回家的路上 金毛告诉男主 他从昨天就在思考今天要买什么了 面对金毛这种极度热烈的友情 男主也只能坦然接受 金毛也很开心 今天对他来说也是初次和朋友一起回家的纪念日 他将永生难忘 两人分开后 金毛回到家里 拿出刚才吃棒棒冰留下来的盖子 一脸满足地笑了 此刻他觉得未来可期 一切都很美好 而另一边女主已经做好了晚餐 正在哼着歌开心地整理家务等着男主回家 突然这时阳台传来的动静 原来是一只小号的天使突然坠落到了阳台 女主看他浑身脏兮兮的 于是他便带着小天使去浴室洗了个澡 回来的男主对于这个娇小的小天使感到有些好奇 明明家里都有了一个天使 怎么突然间又来了一个 男主看向一旁的女主想要得到答案 我叫他天使的宋 是 请不吝点 好 再见 走吧 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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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点回来 宋王 慢点 慢点 安静 还没等女主向男主解释 小天使就急匆匆地将女主拉走 然后准备带着女主回归天界 还好女主赶紧拿出小天使最爱的牛奶 等到小天使冷静下来后 女主才询问对方是怎么下来的 要知道天界可是禁止天使随意进入人间 原来小天使此次来到人间的目的 是为了看看女主过得怎么样 因为女主已经消失了一周的时间 来到人界的期间 小天使都没有任何关于女主的消息 这让在天界的小天使非常担心 于是他向神明大人申请了下界许可 之所以调到阳台是因为着落失败了 可这个小天使却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最爱的前辈大人竟然住在这种破房子里 还和一个男人住在一起 在小天使看来 按照正常来讲 女主这样级别的天使最少也要住在豪华的房间之中 而不是这个看起来很简陋的小单间 而且他认为人类男人都是野蛮的变态 这话直接让男主破房 一旁的女主开口安抚小天使 让他不要针对男主了 他还表示男主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 还询问小天使饿不饿 他已经为男主做好了香喷喷的饭菜了 小天使文言更加的震惊 飞羽大人竟然给一个人类男人做饭 没想到飞羽大人竟然成为了人类男人的保姆 不仅每天帮他做家务 还为他洗衣做饭 这可把小天使气坏了 要知道女主可是他最憧憬的对象 好歹他们也是传说中的天使 不好好伺候也就算了 竟然还让天使伺候别人 小天使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将女主带回天界 小天使火气蹭蹭往上涨 直接想当场解决了男主 男主被吓得瑟瑟发抖 他气冲冲将女主拉走 然后准备带着女主回归天界 待在人间实在太危险了 担心女主被变态给骗了 可女主是被天界派来学习人类知识的 可不能就这么回去 他是接到了神明的任务所以才能下来 小天使对着飞羽大喊道 女主文言连忙阻止对方 他表示男主说外面的坏人很多 所以他很少外出 小天使听后觉得更加奇怪了 女主都不出门那怎么学习人类的知识 小天使使劲地劝导女主 但女主死活听不进去 一直表示他是神明派来的代表 不能这样子回去 小天使彻底放弃抵抗 既然说服不了女主 小天使就换了一个目标 他恶狠狠地朝男主不断逼近 他询问男主和天使住在一起 难道不会有奇怪的感觉吗 不会觉得很困扰吗 男主听后仔细思考了一下 好像真的没有 甚至还觉得很暖心 毕竟一回到家就有一个天使小媳妇等着他 怎么想他都很幸福 他认为因为文化差异或者环境不同 都会导致一些生活习惯不同 但毕竟来自不一样的地方 有差异那是理所当然的 对他来说 如果他去了天界 从天使的角度来看 一定也会做出奇怪的行为 而且女主的行为都是因为担心自己 即使有些吃惊 但他还是会觉得很感谢 没想到男主只是略微出手 女主就彻底沦陷 小天使这下子崩溃了 他认为男主的嘴肯定是骗人的鬼 刚才男主说的话肯定也是随便说的 他让女主千万不要相信男主 赶紧和他一起返回天界 然而女主根本不听劝 因为在他眼里 男主是一个非常温柔非常善良的人 他还表示男主不仅让他住在家里 还很关心素不相识的他 要不是男主他差一点被油腻大叔骗去了 自己来到人界虽然很激动 但更多是害怕孤独 但没想到男主是第一个关心他的人类 他很感谢男主 所以他一定要报答男主对他的好意 他想让男主觉得因为自己陪伴在他身边而感到幸福 因此他要留在这里 男主听后脸上不禁变得红润起来 没有哪个女孩对他说过这样的话 听到女主的话 小天使彻底破防 他没想到女主竟然会对一个人类男人有这样的感想 他攥紧拳头流着眼泪哭着离开 这让女主有些担心 他和男主连忙追了上去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直到两人来到顶楼才找到小天使的影子 女主见到小天使就开口道歉 他表示明明对方很担心他 可自己却只想着自己的事 果然关键时刻还是得靠女主 这一刻小天使再也忍不住了 他委屈地冲向了女主的怀里 看着两人相拥的画面 男主此刻只觉得温馨不已 然而下一秒小天使甚至还露出一个表情嘲讽男主 这让男主有些无语 都这个时候还嘲讽他有必要吗 忽然小天使身上传来提示声 他的时间已经到了 还有一分钟他就要回归天界了 眼看女主留意已决 小天使只能让女主一定要保重身体 他表示为了不让女主受苦 他一定会一直祈祷的 此刻他也相信男主也许不是坏人了 毕竟女主一直在帮他说好话 他相信女主的眼光 但是他告诫男主 要是对女主做了什么坏事 他一定会毫不留情让男主升天 最后一秒 他还宣誓了主权 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天使 在小天使走后女主也在思考 他应该怎样才算学习人类的知识呢 男主告诉他无论怎么样 只要是可以体验到人类生活的 就都算你们神口中的人类知识吧 男主让女主以后吃完饭后一起散步 习惯之后女主白天就能自己出门了 在之后的几天 男主按照约定饭后陪着女主散步 一路上还给他讲解需要注意的地方 虽然男主似乎有点不着调 男主曾经告诉女主电视剧是虚构的 女主就以为电视中播放的所有内容都是虚构的 好在男主及时解释清楚了 知道电视剧中的食物是真实存在的后 女主就十分向往一家美食店铺 于是男主决定带着他坐电车去看看 女主下届时曾经看到过电车 但他还是第一次乘坐电车 因为害怕自己不小心走丢了 女主非常自然地牵上了男主的手 这让男主十分害羞 他们来到了电视剧里的那家店铺 也买到了女主心心念念的水果蛋糕 在这之后还一起逛了街 两人也像极了在热恋中的小情侣 在路过公园的时候 女主看到了一只白天鹅船 她联想到自己在天界读过的一个 叫天鹅湖的美丽爱情故事 男主一眼便看穿了她的心思 于是两人也开上了一艘船 奈何女主过于兴奋 天鹅船差点就要原地起飞了 湖边的一对老夫妇看着他们 也不禁感叹年轻人的恋爱可真甜 这时男主也后知后觉 今天确实就像是和女主在约会一样 这时女主还想拉着男主去逛别的店 男主却一把挣脱了 他表示牵手是两个亲密的人才能做的事 两人还在害羞之际 这时一个打电话的路人 却突然撞倒了女主 并且头也不回地走了 男主很生气 而女主却表示他理解路人 也许他是在去做重要事情的路上 男主也忍不住感叹女主的善良与温柔 这辈子能遇到女主 他上辈子一定拯救了全世界 男主看着女主渐渐入了泥 这时女主也发现了男主的不对劲 男主因为害羞立马转移了话题 你 这个吗 我担过 可他们刚到家门口时 发现一个奇怪的女人正蹲坐在门口 女人看到了回来的男主 不由分说的就抱了上去 这让一旁的飞鱼有些目瞪口呆 他怎么也想不到 男主的魅力竟然如此之大 女人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两人买回来的便当后 男主这才告诉飞鱼女人的来历 原来女人名叫玛丽 正是男主的姑姑 也就是男主父亲的妹妹 而男主住的这间公寓也是她的 玛丽是一名漫画家 之前为了赶稿子她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 不仅如此连饭都没有吃 看得出来她的精神状态不是很正常 男主耐心给飞鱼解释了什么叫漫画家后 他询问起玛丽是几点钟来的 玛丽却表示自己下午三点就到门口了 男主疑惑玛丽为何不联系她 可没想到玛丽是故意不带手机的 她的编辑为了能随时找到她 竟然在她的手机里安装了定位软件 男主听后也是感觉有些可怕 由于便当被玛丽吃了 所以男主被饿得肚子哇哇叫 贴心的飞鱼打算去做饭 这让男主有点不好意思 此刻玛丽却制止了飞鱼 她拿出一个蛋糕表示让他们吃蛋糕就好了 看着一整个大蛋糕 男主很疑惑 可他殊不知今天竟然是玛丽的生日 今天明明是自己的生日 却没有任何人记得 也没有收到任何人的祝福 编辑不知道也就算了 没想到男主竟然也忘了 甚至蛋糕都是自己买的 想到这些玛丽瞬间崩溃大哭 男主这下是真的服了 这些女人怎么一个比一个还难吼 在给玛丽过了生日之后 她的情绪也终于稳定了下来 这时她才发现 飞鱼为什么这么晚了还不回家 男主这时痛恨自己执掌了一个脑子 就在男主头疼不知如何开口时 玛丽表示就算是交了女朋友 也不用瞒着她 男主赶紧找了个借口 说飞鱼只是她的同学 他们现在只是在一起商量文化剂而已 这别搅的借口连她自己都不相信 可玛丽听后却觉得没什么问题 只是她脸上的表情却有些不怀好意 总感觉男主和飞鱼关系不一般 转头就去询问飞鱼男主在学校的情况 男主显然不乐意 可玛丽却表示自己作为男主的监护人 当然有权利知道 不仅如此 她还表示因为男主父母都在外地工作 所以男主就常常被寄养在她家 因此男主从小就是她带大的 自己还给她换过尿不喂过奶 飞鱼听后瞬间来了兴趣 表示很想看待小时候的男主 玛丽也答应下次带照片给她 面对如此八卦的姑姑 男主十分无奈 看着在厨房里忙碌的飞鱼 玛丽也忍不住夸赞她是一个做事周到的好孩子 还表示自己要是个男孩的话 一定会娶了飞鱼 男主听后脸红的像猴子屁股 玛丽也忍不住调侃她 随后她便起身准备上了厕所 可她却发现浴室中的牙刷有两只 男主又一次急了 再次开口解释 找个谎言将她圆了回来 还好神经大条的玛丽现在脑子空空并没有太贼 可就在她上完厕所洗手时 脑子顿时清醒了许多 喝完飞鱼泡的茶后 玛丽这才意识到已经这么晚了 于是她决定和男主一起送飞鱼回家 这可把男主和飞鱼搞得手忙脚乱 飞鱼很猛圈她要回哪里去 除了男主的家 她好像真的就没有其他的去除了 于是男主告诉飞鱼等会找个地方分开 然后再在不被别人发现的情况下飞回阳台 等到玛丽离开之后就好了 很快飞鱼就找了个借口准备离开 没想到玛丽却追了上来 没想到玛丽竟然这么真诚 飞鱼很是感动 很快三人就分开了 男主也和玛丽回到了公寓房间 见时间也越来越晚 男主就询问玛丽什么时候回去 可玛丽却表示自己已经在便利店买好了过夜要用的东西 因此她今晚不走了 可男主想到要是她不回去 那飞鱼晚上就只能可怜兮兮的睡阳台了 于是男主继续劝玛丽赶紧回家 可玛丽直接耍起了无赖 善良的飞鱼见状也不想男主为难 于是她表示自己可以睡阳台 就在这时 门口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玛丽好像是预感到什么一样让男主不要开门 可已经太晚了门已经打开了 男主被对方凶声恶煞一脸阴沉的样子吓得个半死 原来这就是玛丽口中的无良编辑小鬼田 在得知男主是寄养在玛丽家的高中生后 小鬼田十分愧疚连忙下跪道歉 他表示要是他早点知道玛丽是男主的监护人 他就不会关玛丽两个月的时间了 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随后小鬼田竟然开口祝玛丽生日快乐 这让玛丽很是惊喜 原来小鬼田不是来找玛丽回去工作的 他记得今天是玛丽的生日 于是便买了蛋糕想去找玛丽庆祝 结果却不见玛丽的踪影 就连手机都忘记在家里 这让他很担心 于是他找遍了玛丽可能会去的地方 这才发生了刚才的一幕 看着两人幼稚的吵闹 男主感到有些好笑 阳台上的飞鱼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随后两人就离开了 飞鱼今晚也不用睡阳台了 在车上玛丽就想好了下一部漫画的故事大纲 一对单身男女同居的恋爱喜剧 第二天男主外出购物时 却被一个有着红色眼瞳的美少女撞到 而美少女的身后 竟然还有两个男人正在追赶他 就这样男主只好带着 美少女一路狂奔 然而那两个男人其实并不是什么坏人 他们只是想把美少女掉的书还给他而已 男主也带着美少女来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确认对方没有追上来后 男主终于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美少女却突然凑了上来 没想到这个美少女竟然是一个吸血鬼 对此男主觉得是打工时残留的饭菜香味 接着桥剑身上的绷带不禁认为是受伤了 然而他却表示是跟随潮流 说回正题 关于刚才那两个男人 他猜测应该是吸血鬼猎人范海星的后代 接着摆出极为中二的动作 自称吸血鬼莉莉修卡 话音刚落男主心头一惊 不由地相信紫毛说的是真的 即便男主智商再低都能看出是美童 然而紫毛根本没听进去又继续表演 展现右边红色的瞳孔 但不出意外那也是假的 他立刻蹲下寻找价值1500日元的美童 这一刻男主认清了他是中二病晚期患者 果然受到天使和学女的影响 导致现在太容易相信别人的鬼话 之后为了安全起见 男主只好将其送到认识的地方 可他怎么也没料到会被带到女仆咖啡厅 紫毛表示为了答谢男主会亲自招待 但男主比较保守又怕被坑片 因此直接拒绝头也不回地离开 眨眼间到了晚上 刚入睡两分半钟的他忽然被惊醒 只见身穿哥特装的紫毛对着他脖子又舔又细 然而男主偏偏不上岛 面对这种白给的福利就只会大呼小叫 很快女主也跟着被吵醒 望着不太正常的中二病 紫毛忽然出现在自己家 男主只怕会有生命危险 接着叫非法入侵的他赶紧离开 可紫毛依然死缠烂打要求再舔一次 当男主要继续纠正他就是个中二病时 结果紫毛拍打着背后的翅膀 随即浮在空中 因此男主不得不相信他是吸血鬼 当然中二病也是货真价实的 因为崇拜欧洲的吸血鬼才总是这副打断 正式介绍完男主当即拒绝大自然的馈奉 坚决要将紫毛赶回去 然而他保证不会吸男主血的 顶多也就是填几下而已 且他是个有休养的吸血鬼 未经允许是不会擅自下口的 作为新时代的吸血鬼 紫毛完全可以用葡萄汁代替红细胞 不过那只能缓解他的吸血欲望 若非男主的红细胞太过香甜 也不会像这般纠缠 很快无法忍耐的他当即对着脖子扑上去 这把女主吓得以为森太郎即将被吃掉 直到两个半小时过去 紫毛仍不打算离开 眨眼间到了第二天清晨 等男主醒来时发现旁边的紫毛已消失不见 本以为是回去了 但女主表示吸血鬼是会被阳光晒成灰的 想到这点两人顿时惊慌失措 不过眼下快要迟到了 于是男主抱着内疚的心情先去上学 直到午休阶段男主买好吃的来到中平坐下 然而饭团才吃了没几口 紫毛又突然出现舔食他脸上的米粒 不出意外紫毛也是该学校的学生 刚才在隔壁班嗅到男主的香气 于是通过路上残留的气味找到他 说到男主最担心的情况 紫毛表示吸血鬼的确怕阳光 但也不至于会被晒成灰 况且昨天跟男主相识也是在光照下 男主文言体贴的给他让出阴凉位置 眼看被如此温柔对待 且相信自己吸血鬼的身份 这让紫毛对他的好感大幅上断 此时男主忽然想起好机友 正等着布丁救命 于是起身匆忙离开 然而紫毛却以为是怕被别人看到 跟自己相处 之后男主在同学口中得知 紫毛原名叫赫尚小百合 从入学到现在都自称吸血鬼 因为太过奇葩 基本没人找他玩 为了避免招来麻烦男主 扭过头部与其对视 而这表现让紫毛确信自己被讨厌了 很快又到了放学阶段 男主刚准备跟小青梅一起去复印学习资料 结果紫毛派了只屎魔来找他 要求跟着蝙蝠走 见状森太郎想都没想变夺门而出 过程中还引起金毛的注意 转眼间来到紫毛所在的超自然研究部 森太郎本来觉得又是想要索取红细胞 结果紫毛声称要将男主变成自己的蒲丛 接着亮出一堆好处诱惑男主 对此他自然是不答应 无奈紫毛只好表明 是担心被男主讨厌不想见到自己 所以才派蝙蝠去通知 另外那股香气使他无法自拔 因此想把男主变成蒲丛 在肆无忌惮的纹 紧接着逐渐失控的紫毛 又要强行扑倒男主 后面不出所料 作为宅女的金毛很快便接受他吸血鬼的身份 相反败犬小青梅甚是绝望 随即稍微冷静下来的紫毛主动向男主道歉 怪自己没有考虑过森太郎的感受 不该一直纠缠着 自从跟男主相遇 他就控制不住内心的冲动 由于是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 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但其实紫毛是想跟男主交朋友的 而森太郎心意软当即表示原谅 允许紫毛往后走正门来自己家 另外文气味的事情也不介意 只是在学校尽量克制一些 文言紫毛满意的笑了 于是最终男主的后宫 在添一名非人类成员 刚刚为了庆祝考试结束 选女提议找个地方庆祝一下 男主顺势邀请小百合一起去 却不料小百合中二病犯了 自称小百合只是他的假 真名必须叫他莉莉西卡 顺带一提莉莉西卡 是由小百合和吸血鬼之名 融合而成的尊贵名婚 而每当这个时候 只有学女可以跟他对上波长 男主好奇学校不原不满三人 就会成为同好混 但他还没见过超自然部的其他人 殊不知除了小百合以外 还有一位骷髅驾部长以及第三人 却不料男主刚开门之计 一个眼镜娘就撞进了他的怀里 并且对方一看到男主就露出哭响 原来眼镜娘就是第三位不原翡翠 男主想要尽力表现的爽朗异 却让翡翠浑身冒出鸡皮疙瘩 小百合中二解释 他不擅长应付人类 一看到人类 他的灵魂就会因愤怒而情绪高涨 实际上人家只是极度涉口 见翡翠突然出现 男主询问小百合还去不去庆祝 小百合决定带着翡翠一起 指引他还有事要跟大家商量 原来超自然研究部原本 只有今年的三年级毕业生 因为他们的加入才暂时没有解散 如果还没有新人的话 研究部就会降级成为研究会 为此他希望三人一起加入 正当大家商量该去哪里庆祝的时候 正好附近正在举办庆祢 于是几人临时决定就在这里解决 谁知一转眼小百合就不见了踪迹 再一出现就已经是全副武装 他表示每个人都披着人格面具 将其具现化后穿戴在身上 也不视为一种乐趣 总之屁舞天下第一 说把小百合闻出男主的味道 散发出一丝烦恼的苦涩 男主看出似乎只有自己被翡翠害怕 对女生却没有什么反应 他觉得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吓到了对方 随后男主看到摊位上有奈兵镇黄瓜 不料翡翠也被黄瓜吸引了视线 回过神才注意到男主也在 男主见状大手一挥 说什么也要请翡翠吃黄瓜 期间翡翠数次想要开口 却总是没有机会 随着太阳已经落山 众人也差不多该解散了 谁知小百合迎着夕阳再次重二并复发 男主见他快要踩空 下意识地想要上去阻止 却忘了对方是吸血鬼会飞 反倒是自己一头栽进了河里 翡翠只是犹豫了两秒半就依然跟着跳进河里救人 事后小百合道歉他刚才太自我陶醉了 男主连忙向翡翠道谢 此时翡翠终于有机会澄清 他只是不习惯跟男生说话 所以才会紧张地说不出话 绝对不是因为害怕他 男主后知后觉 现在才回想起刚才翡翠似乎有好几次想要告诉他 但他却都没有好好听完 可谁知道误会刚一澄清 翡翠就突然浑身冒光 头上突然就出现一个光环 男主傻逼了 还以为他也是下凡的天使 然而翡翠不仅有光环 背后还冒出一个龟壳 小百合也没想到 他河同的身份会这么快就爆了 随即才想起来刚才他吃过黄瓜 只因翡翠一旦吃了黄瓜一个小时内 如果泡水的话就会变成河同的样子 但他不是普通的河同 而是背后管理全国河同联合会会长的孙女 也就是未来的第一河同 翡翠此时想死的心都有 殊不知其实大家也知道小百合是吸血鬼 而河拳也坦白其实是雪女 这才重新将翡翠哄好 男主健壮打算把飞鱼也介绍给他 因此立刻马上冲回家摇人 态室 哇哩出説 哇哩出説 哼啦啊 哼啦